再來的話我們要針對行政院環保署所提供的PM25 裡面當然有JASM跟CSV 不過理論上比起來的話 其實CSV會簡單許多 假設如果要換成JASM 相對會比較複雜一些 你們可以觀察一下兩者之間的差別 第一個的話也許 一樣我們把CSV給下載 一樣按右鍵你可以 先用Eddie的Wiz 我們可以把它放大Ctrl-加 其實這邊放大也是Ctrl-加 那你可以看到CSV的架構基本上就會發現 它的欄數就是1 2 3 4 一樣5個欄位 後面的話也是CIF 所以反斜線R 反斜線N 那底下的話就是各個側站 測得相關的 這個數值 10千今天的9點 然後它的單位 Item Unit 所以會有這幾個欄位 假設說我今天 希望 把這個資料快速讀取之後塞到資料庫的話 那該怎麼做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在那個 記事本裡面的話 會有那個另存新檔 才可以知道 它是哪一種編碼方式 那如果說你今天呢 在那個Nordway++的話 其實它不需要另存啦 你會發現它上面就有一個編碼 這邊的話呢會出現就 UTF8 那UTF8有各種格式啦 反正你就是看到只要UTF8開頭的話 那基本上呢 你開檔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改成 這個所謂的 這個 UTF8來 做 這個開檔 OK 所以呢如果以這一題來看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 把這一個 資料呢 寫到資料庫裡面去的話 那當然呢原則上 其實不太需要 做太大幅度的變動程式 因為你會發現 只有第三欄呢 是數字 其他欄的話 其實你都 這個 這個可能 可以用Date Time 或者是用文字也可以啦 然後 Date Time 或文字都可以 然後這個也是用文字 那假如說我今天希望把 這個資料放到資料庫的話 請各位先試試看 該怎麼做 基本上你可以拿剛剛的 這個範例稍微修改一下 包含就是說這邊有個新增市場資料 那其實主要就是什麼 改上面的這幾個 有沒有 包含就是資料庫名稱 然後呢 這個 欄位 的Table名稱 欄位部分的話 這個也許第三欄 看要不要用整數Integer 這個可能改成Test 這個我想請 這個可能要用UTF-8了 如果你沒有用UTF-8會亂碼 那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先 測試一下 下載之後看一下 得到的資料是不是亂碼 如果不是亂碼 那你再繼續做 如果是亂碼 那你就也許就是 可能 一個一個 逐一的去做修改 那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那做完之後的話 也許喔 可以再想想看 有沒有辦法利用這個 這個 Jason 的格式 那如果說假設 我用這個格式來做的話 不過各位可以發現喔 這個 Jason的複雜度 相對於 剛剛的 這個CSV 其實難度又增加許多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的格式一定是大瓜糊 而且這個格式喔 我 都黑 這個大瓜糊的話其實喔 對應到那個 我們的 Python 的資料型態喔 就是所謂的字典 那字典前面好像我沒有特別講 所以如果你想要 知道一下有關字典型態的話 各位也可以 參考一下那個雲端白板的 第五個單元 第37頁的地方 這邊的話有一個那個相關的 字典 的一個說明 其實為什麼沒有特別講字典 其實字典的話 跟那個 串列有點類似 也就是說呢 那個List 他這個 字典有點像是 兩欄的 串列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分的話基本上 他可以分成 兩個部分 一個是 所謂的那個 Kiss Kiss的話就是前面的部分 一個是Values Values就是裡面的資料 那他的結構基本上 各位剛剛可以看到這邊有有一個 剛剛他提供這個 他一定是大瓜糊 那Kiss的話就是前面的資料 在貿後左邊的話就是他的Kiss 他在他的右邊的話 就是他的Value 有點像是前面是他的編號 後面的話就放什麼資料 那中間一樣加豆點 所以跟那個 這個List最大的不一樣 第一個 他的 前面外面的那個符號一定是用大瓜糊 可是List是用中瓜糊 這個可能第一個差異 第二個差異的話 就是說呢 在List裡面沒有冒號 一樣的地方是說他們資料跟資料中間 一定呢 都是加豆點 所以你會發現他一定是Key,Value,豆點 然後Key,Value,豆點 然後Key 有沒有 這個Value 而且Value裡面還有放串列的 Value然後 這邊又一串 所以比較麻煩一點就是 傑森格是要分析花比較多時間 但如果你分析出來的話 你大概就知道怎麼去抓 那他的資料很特別 他的資料剛好在這裡 這個叫Recourse裡面的一個串列 所以其實我們要抓的話基本上就是先把什麼 先把這一個字典先抓回來 然後呢再去抓他的Key Key的名稱叫什麼 Key的名稱叫Recourse 把他裡面的Value Value就是這個 Value裡面呢就是會有一個 他又是這樣 在串列裡面呢 又放一個字典 所以我們變什麼 把 串列抓回來之後 然後呢再去 分析 他裡面的字典 其實真的有點麻煩 OK那怎麼做的話我想 請各位先解析那個CSV 然後呢待會我們再來看Jackson OK 試一下 就是自行在練習一下CSV部分 稍微改動一下 其實大概應該把別的點放到資料庫也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那可能會比較 困難的部分 應該是在 有關那個字典部分 因為字典這個部分的話 主要跟那個Jackson 互相可以搭配 也就是說呢 我們將來如果要把那個Jackson格式 把它抓回來的話 那我們可以利用 這個 一個套件 套件的名稱剛好就是Jackson Jackson的話 裡面有一個叫Jackson Loss Loss的話就可以把 字典裡面所有的東西通通把它從那個 就是 網路上直接把它抓回來 那首先的話我們大概看一下 剛好跟各位講一下 檢視 裡面的話呢 點擊這個 這個連結的話 當然我可以複製啦 複製的話可以把它放在我們的那個 request裡面get 那這裡的話我可以把它 先點擊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 我剛好跟各位特別強調 他一定是大瓜糊的結構 一個頭一個尾巴一定是 大瓜糊結束在這裡 那如果說我已經知道 我的資料放哪裡 放在這裡的話 那我只要他知道他的key 原來 這個把它放在 Ctrl加 把它放大一點 這樣看比較清楚 這樣好像比較 這樣看會 比較稍微清楚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大瓜糊 就是等於他是一個字典 那我可以先把資料抓回來 那裡面當然很混亂喔 裡面有放了很多key key的話前面這個不要 所以我不用理會他 這個 這個豆點後面這個第二個key 我也不要 那我要的key在哪裡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要的key在這裡 叫recourse 所以 其實我們可以用一個方法 我如果說我要把 這個key後面的這一串 這個東西抓回來的話 這後面剛好是中瓜糊 中瓜糊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串列 那後面東西一直抓 這個東西 這個中瓜糊的開頭在這裡 尾巴的話 應該 我又忘了 我把它分享 喔 我又分享一下不好意思喔 OK好 那 剛剛講到的部分 OK 那剛剛又忘了 這個 分享 那特別注意喔 剛剛講到的部分喔 第一個就是說 開啟這個 傑森的格式 打開之後你可以觀察一下 我把它放大 稍微放大一下 那裡面的話 開頭一定是 大瓜糊呢 它是一個傑森格 那再對應到那個 Python的話呢 那就是字典 OK 那所以呢 你需要知道的幾件事 第一個 key value 那我們找到我們要的在這裡 這個有個recourse 所以 其實你可以利用什麼 字典裡面有一個方法 所以你可以切到那個 我們第五個單元裡面 的第3的7頁 OK 這裡的話有個方法 有個方法叫什麼 他這個有個叫做 DICTE .get 那get的話呢 後面當然我可以給他一個什麼 給他一個我要的那個 這個key的名稱喔 OK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把這個字典裡面呢 用一個get的方法 那我給他一個 他的key 就是他的那個key 也許叫做recourse 就是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資料 recourse 他就會幫我把後面的資料全部帶回來 那基本上的話這個資料從哪邊到哪邊 從這邊一直到底下 應該是到 中瓜湖結束吧 所以等於是這個主要的資料到這裡 中瓜湖結束 那他的結構基本上 一定是一個key key的話是 這個是他的欄位名稱 叫做size 然後這個 第2個county 第3個就pm2.5的池 第4個就 daytime 他create day 然後再來叫itemunit 所以呢你會發現這會不斷重複 而且是一個 大瓜湖 所以裡面又是一個什麼 又是一個字典 所以呢如果我只需要字典裡面的 這個什麼key不要 因為key我自己可以 增加一個欄文明 我可以把裡面的value抓到 所以如果你要抓到 裡面的value的話 那我們可以使用第2個方法 叫做 點values 所以等一下會用到兩個很重要的方法 一個叫get get哪一個key 然後呢另外一個什麼 我抓到的那一個字典裡面的後面的資料 values 我要把它抓回來 那使用的方法 我跟各位講一樣 那一 一樣我們就是開一個新的 這個 文件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input 一樣request 不過後面的話呢 我們多加了一個套件 叫json 這個json的話呢 應該是不需要特別去 安裝 因為他內建 那再來的話底下都一樣 我們其實一樣把這個 這個路徑 其實就是剛剛我們從那個 呃 這邊的 pn25這邊 可以把它複製 所以這一段這個部分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貼到我們要的 把它get回來 那get回來之後的話 接下來的話呢 我如果要把 這一個json的檔案 把它漏進來的話 這邊特別注意 我需要再利用 json有一個方法 叫json loss 那也就是說呢 我如果要把 json格式 载到我的程式裡面的話 那這個地方 特別注意 json loss 然後再把 我們這個html裡面的文字 通通載到 這個 前面有個變數叫dict1 所以假設我把它這個地方 我底下先註解掉 如果呢我把它 載回來之後的話 把它print一下 那你可以發現喔 我就可以把 這個字典呢 全部都載回來 也就是說呢 這個看到的結果啦 實際上就是剛剛 各位可以 在那個 網頁上面看到的 就這一串 那可是我要的不是這麼多喔 我要的只要哪一個呢 recourse這個 所以呢 我可以第二個 我再利用一個方法 叫做什麼啦 叫做 dict1 就這個東西 這個把它註解 點get 把那個recourse 就是剛剛看到那個key 那後面剛好 他的這個key裡面呢 放了後面的value 是一個中瓜糊 就是一個什麼 list 所以呢我就可以 在前面加一個變數名稱叫list1 也就是說呢 把那邊裡面所有的資料 通通都放在list1裡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把這個list1print了一下 然後list1 他就會幫我把什麼 中瓜糊裡面的資料呢 全部都帶回來 所以你會發現呢 中瓜糊的尾巴在這裡 頭的話應該在上面 有沒有 他等於是 這個資料 看到的結果就是這樣 裡面的話一定是 又是 在這裡 頭在這裡 尾巴的話在後面 他的結構一定是什麼 一個 大瓜糊 就是一個字典 裡面一個key value key value 那我們要的資料 這個是第一筆啦 可是實際上我要的 其實 不要前面的key 我只要裡面的value 所以我只要裡面的value 怎麼抓呢 其實理論上很簡單 我只要怎麼樣 我只要把 這個裡面的第幾個 比如說我今天只要把 第一個 第一個就list0 然後呢我如果只要裡面的 裡面的那個什麼呢 key的部分的話 那我可以用一個方法 就是 他有個 剛剛在那個雲端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叫做 點value的一個方法 那我就可以把 他後面東西 所以我加一個點value 加s values 然後這個中瓜糊 我抓到這個 所以第0個的話就這個 其實上他就是一個字典 裡面的value OK 幫我把它 反回來 OK 執行一下 我看 那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他就會得到這樣的 這樣的結果 他只有把什麼 加1 加1式 你會發現前面欄文 keep沒有 只有裡面的字 但是他是一個字典 所以我還需要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轉型 轉成什麼 轉成一個list 所以記得在外面再包一個list 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得到的就會是我們要的 一個什麼 一個串列 那這個串列的話 其實就可以 直接就把它塞到資料庫了 也就是如果他已經是個串列的話 那就好搞定了 所以 底下的話呢 我就利用這樣的邏輯 把它寫成一個 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串列裡面的每一個字典都 for each for each DICT in這個list 就是一個一個先幫我讀 讀到這裡之後的話 就剛剛這件事情 把它的 每一個 裡面的value抓出來 並且轉換成串列 然後呢 放在list2裡面 那幫我把它print出來 你會發現喔 print出來的結果 就會長 這樣子 一個 所以喔 如果可以是一個串列的話 那當然呢就可以把 這個資料怎麼樣 塞到資料庫裡面就沒問題了 OK 那 因為這個地方 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 最近是因為行政院環保署 他的官網 裡面的資料變更 跟原來不一樣喔 所以喔 這個我先把這一些程式 Ctrl C 一下 然後呢把它貼到那個 我們的 這上面 因為喔 他官網剛好變更 所以呢 變成 之前舊的資料 就不OK 所以我把它改一下 這個資料也許把它 這個把它 先 delete掉 OK 改成 新的版本 我在這裡 也就是我剛剛試了一下 因為剛剛那個舊資料不OK啦 所以喔 我剛剛要重新把它 稍微做一個 改寫 最後的版本在這裡 最後當然呢 你如果可以 取得剛剛的串列的話 自然而然寫到資料庫應該沒問題 OK 好啦 這個地方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最終的版本在第12頁 Jetson 部分 也可以把它讀 就是把它讀取 那自然而然可以寫到資料沒有問題 OK 試一下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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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